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新片刚上映就差评一片 2023年了,为何还有烂俗梗 随着五一档的到来 电影市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当节假日到来 电影市场便展现出全年最佳表现 而今年的五一档电影题材丰富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然而,今年的一部军旅题材电影 却引起了人们的批评 这部电影是4月28日上映的《长空之王》 军旅题材一直是我国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般情况下,通过展现我国军事力量 该题材可以吸引观众的关注 因此,几乎没有出现过被观众一致差评的 军旅题材电影 然而,这部《长空之王》却在演员演技和剧情 设计方面引发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差评 虽然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非常强大 一般都是演艺圈的大佬或者是影视圈的流量担当 但是在这一点上《长空之王》确实做到了极致 这部电影聚集了当《红流量王一博》和实力派老戏古胡军双双主演 还有郑晓宁和程太深等人参演 郑晓宁一直以来在众多军旅电影和电视剧中饰演首长的形象 他展现出了杨刚和军人、首长的气质 虽然有这些老戏古的参演 但导演的安排却让人大跌眼镜 实力派演员的戏份寥寥无几 让观众觉得他们是来打酱油的 这与其他类型的电影不同 军旅题材的电影需要通过这些老戏古来衬托剧情 这也是让很多观众对该电影不满的原因之一 老戏古的戏份太少了 让观众感到不够满意 男主角王一博的出演也备受瞩目 他从组合中的美少年到天天向上的综艺节目 逐渐成长为当代刘亮担当男演员 近年来 他的作品也逐渐开始向实力派演员转型 他的这种行为值得赞扬 因为他不依靠刘亮街拍青春偶像片 而是转型到军旅片和行真片 这样比较冷门的类型 然而 他需要知道自己的演技还没有完全承担得起 国家题材的影视作品 因此应该通过其他作品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他不应该一上来就担任国家题材电影的男主角 这种用力过猛的行为反而让观众觉得他不自量力 此外 他在电影中饰演的人物 雷宇是一个不羁的少年 尽管该角色在电影中是一位是非援 但导演对其角色的描写有些过度夸张 仿佛是在刻意创造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形象 尽管他因跳伞受伤 但却没有遵医嘱休息 反而和父母一起喝酒等 这样的行为让观众觉得这位是非援的形象有些神话般 与真实的人物形象不符 虽然他未成为一名是非援 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在飞行时犯了错误 却选择跳伞而不是挽救飞机 甚至在领导批评后 他气愤地退出了是非援选拔 这样的漏洞剧情让观众不满 他认为自己是对的 而且对于他来说 生命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但作为一名军人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虽然在后期他的态度有所改变 但电影前期对他的形象描绘让人怀疑他的品格 当雷宇决定成为一名飞机是非援时 他的父母非常反对 不希望儿子从事如此危险的行业 长期以来对他的工作持不同意见 在电影中 青年是非援雷宇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他必须在自己的职责作为军人和亲情之间做出选择 他的父母强烈要求他回家 但他也必须完成是非任务 这个选择对于一个年轻的军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场景对于演员的表演水平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但是王一博在这个场景中似乎没有完全展现出应有的演技水平 他只是表现了做出选择的过程 却没有完全展现出选择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结 当面对父母和是非任务时 他应该会感到内心挣扎 而这种矛盾和纠结的表达是非常难以完成的 相反 在这部电影中 胡军扮演的张挺则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在牺牲战友的墓碑前 他的独白深深地感动了许多观众 他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军人形象 而他的选择也使得雷宇一时到了自己的责任和职责 张挺曾经批评过雷宇的选择 但是雷宇却不能理解他的想法 这种分歧也对张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对于张挺来说 飞机就像是他的生命 他最终为了飞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情节设计让许多观众感到疑惑 因为这样的设计似乎并不是必要的 虽然电影的主线是突出雷宇的成长经历和英勇无畏 但是不需要通过战友牺牲的方式来衬托他的成长经历 在共同执行飞机是非任务时 张挺告诉雷宇先跳伞 他会在后面跟上 这个场景充满了紧张和危险 也让人对张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影片中 雷宇和张挺都是身为飞行员的军人 在雷宇跳伞后 张挺决定挽救飞机并尽可能地减少飞机的损失 最终为保全飞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知 前在试飞过程中 张挺也曾经不惜危险地挽回过飞机 这说明雷宇应该知道张挺让他先跳伞 可能是为了保全他 张挺与飞机共存 所以很难想象他会丢下飞机选择跳伞 然而雷宇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在前期 他被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但在后期却没有看出他占有的心思 此外 影片中还加入了有关感情的戏码 虽然军旅题材中大多数角色都是男性 但加入女性角色会使整部电影更有看点 周冬宇在本片中饰演女主角沈天然 是一名航空军医医生 周冬宇的气质和穿着军装的形象都很棒 而且他在演技方面也算得尚是男主角王一博的前辈 他在与雷宇相识后展开的恋情 通过两人之间眼神的闪躲与拉扯 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恋爱中的女生形象 虽然影片加入了爱情题材 但是对于一些演技较差的青年演员来说 这反而成为了一大考验 有些观众认为 一些电影在军旅主题的基础上添加感情戏 实在是毫无必要 他们更希望看到像中国机长一样纯粹的航空镜头 而不是一个偶像巨式的爱情故事 同时 这部电影中的老套路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嘲笑 在军旅主题的电影中 军人们通常会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骄傲的气质 这也是观众喜欢的原因之一 在《长空之王》中 雷宇和邓放都是飞行员选拔队的成员 一开始两人不太对眼 但在一系列选拔和是非中 雷宇的表现赢得了邓放的尊重和赞赏 这个情节很老套 观众甚至在未来的情节中也可以猜到结果 这样的桥段已经过时了 因此 很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缺乏独特的元素 而是抄袭了其他电影中常见的情节 这显然不符合一部口碑电影的要求 虽然《长空之王》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 但观众的负面评价是有一定依据的 希望未来的军旅题材电影 能够更加注重角色的选曲和演员的表演技巧 不断创新和挑战观众的期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